师傅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Hi 你我是雷美 东北的朋友 有自己的卡皮巴拉 东方袍或者叫西伯利亚袍 袍鹿 作为鹿 有点狗 还是叫傻袍子比较贴切 袍子是鹿客当中体型中小的成员 分布在东欧 中亚和东亚的温带地区 其实活动范围还是挺广的 从中国的东北 朝鲜半岛 往上到西伯利亚 哈萨克斯坦 蒙古 往西直到高加索山脉 他们占据高加索山脉的北侧 而欧洲袍 占据南侧 过去生物学家曾经认为 欧洲袍跟东方袍 是一个物种的两个亚种 但是DNA测定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大约是在80万年前 就分道扬镳了 袍子是脖子长 耳朵大 毛茸茸的 可以灵活地听 不同方向的声音 后腿要比前肢长 体长通常可以达到1米46 体重是59公斤 鹿克嘛 都是胆小敏感的动物 作为附近各种捕食者 雪豹啊 西伯利亚虎啊 山猫啊 垂涎的猎物 傻袍子可能是其中 好奇心最重的家伙 哎呀好害怕 走两步就忘了 好奇心驱使他回去看看 我们看到的袍子的形象呢 一般是他已经 换上冬毛的样子 毛很厚实 这个颜色真的和卡皮巴拉很像 两颊圆鼓鼓的 眼神清澈的像个大学生 我觉得羊头比较容易长残 但是袍子不会 顶多就是歪嘴 夏季的时候 袍子是这样 颜色是偏棕红一点 腹部奶油色 还有一个白花花的屁股 袍子会摄食的植物 有超过600多种 它主要是生活在森林和草原 可以灵活的在森林里面穿梭 跳跃距离可以大15米 它们可以忍受低至零下60度的低温 大家记不记得我讲 熊主那期提到过鹿角的特点 鹿角是寄袍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 为了繁殖剂而准备的临时器官 用来斗殴的 袍子的角呢 也遵循这种规律 不过磁性不长角 袍子的角长不大的 每年2到3月份 公袍会开始长角 最早呢会有鹿绒包裹 成熟以后鹿绒会脱落 露出骨枝的鹿角 厄伦春族那个刨角帽 就是这种已经成熟的鹿角 袍子是以磁性以及它的后代 构成一个家族群活动 通常是三骨枝 但也分情况 有的时候它们会聚集成一个 二三十只的小群 熊性是在夏天入群 在交配季 熊性会用头部分泌线 在树木灌木上摩擦 留下气味 或者是用鹿角去磨损树干 做一个视觉性的标记 这里是我的地盘了 你们就不要打主意了 当然公袍子之间 蹬腿掐架是少不了的 或者交配季 这对鹿角就是用完了就不要了 在深秋到初冬 鹿角会脱落 第二年会再长出一副新的 而磁路这边就更厉害了 袍子是唯一会经历胚胎治愈的 有提类动物 简单来说就是先播种 后发育 交配是在8到9月 但是胚胎会推迟到1月初才会在子宫着床 这种生殖方式非常妙 如果遇到这个冬天太冷 或者是它延长 这个着床时间会再推迟一点 它们的妊娠期一般是5个半月 总之呢就是会精准的把控 让小袍子出生在6月份 周围的环境都绿了 温度也适宜的时候 小袍子就会降生 小袍子需要喝4到5个月的奶 而袍子到今天的数量 虽然已经减少了很多 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冰位物种 可能一大原因得益于它们是陆科里面少见生的多的 像驼鹿 迷鹿 驯鹿 一般只会有一胎 那袍子一次可能会生1到3个 大多数都是双胎 雌性会到隐蔽的树林里分娩 刚出生的小袍子会自带白斑点的保护色 之后会逐渐的褪去 如果是双胎的话 据说会把它们分在间隔10到20米的地方 分开不入 10天之后就会带小袍子一起回归自己的群 雌性的小袍子会在一年之内性成熟 并且开始繁殖 雄性大概要2到3年 它们走的是一个多生快生的繁殖路线 那袍子到底傻不傻呢 其实就是好奇心比较强而已 如果袍子受到了惊吓 屁股会炸毛 关于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这么可爱的技能 因为笨打笨打逃跑的时候 容易迷惑捕食者 看得太入神 以至于忘记自己要追了 我瞎讲的 其实袍子不但是肉食动物垂涎的猎物 也是人类非常喜欢猎物之一 因为能获得肉 皮毛 虽然之前总说袍子傻 吓跑了还要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没地方躲就把头埋在雪里 但这些行为其实背后是 它受限于冬天那个比较特殊的环境 一个是冬天食物本来就比较少 袍子呢需要把厚厚的鸡血刨开 就每天喂着这片草 消耗能量也挺大的 还警惕各种突发的攻击 圈套 它们当然需要迅速的逃窜 撥避 但是又不得不回来看看 因为这一块可能是 它们好不容易发现的 还能找到有食物的地方 不能轻易的放弃 好奇心是一部分 但不是真的傻 主要是看能不能解除警报 继续吃 在野生的环境当中 袍子的寿命是10到12年 最长可以达到17年 对它们来说最害怕的是雪灾 雪鸡的太后那样 可能彻底找不到食物 就会集体饿死 现在袍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任何人猎杀贩卖都是违法的 现在也可以养殖袍子 作为肉质 鹿绒皮毛的目的去饲养 但我估计袍子肉 应该只在东北的餐厅能看到 说实话我觉得袍子的影响力 被严重低估了 就它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个卡皮巴拉 这段时间出圈的不仅仅是傻袍子 还有恶伦春族和它们的袍脚帽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 它们这个帽子是怎么做的 它是把袍子头皮 从鼻子下部开始剥 路脚会保留 原本的耳朵会去掉 会用袍皮做两只假耳朵缝上 眼睛的部分 我看以前的版本 好像是镶嵌了两个假眼珠子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更逼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镶两块黑皮子 因为现在袍子属于保护动物 也不能打了 就是我们看到恶伦春族的这些袍脚帽 都是它们继承自祖辈留下来的孤品 挺宝贵的 我最近也看了一下恶伦春族这个民族的历史 是一个极具反抗精神 骁勇善战的民族 它们的传统服饰从帽子到脚 都是用袍皮做的 不过看不到它们打雷的样子了 这些都是以前的影像 各种原因吧 它们已经不能过那种传统的生活了 关于袍子的材料也不是非常多 所以只能讲到这儿 大家要是拍到过袍子 可以把图片放在评论区 让大家可爱一下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且愿意给我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bye